果然开学军训最不缺的就是现眼包 广东亮仔一开嗓直接打上巅峰赛 那么大的太阳 我好热啊 那么大的太阳我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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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老表直接丧失三年子偶权 我修像红一样喜有 就像你的温柔 伪均速成斑碰撞在一起产生的化学反应 足以令教官回部队后被笑话三年 一群人各踢各地坚持不同品 没有十年脑血栓绝对走不出这凌波微步 接下来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是板田连队 三位卧龙五十米的路程 硬是走出了鬼子进村的感觉 网友看后惊呼眼察组上三代 身穿黄皮脚踢空气 最为老哥硬是把军体拳打成五情戏 一看毕业后就是碧桂园五星战将预备员 你敢让显眼包表演才艺 他就敢趁教官不注意飞檐走壁 看似鲤鱼打挺实则勘察地形 好家伙越狱第二部没你拍我不看 现眼包军训半个月后 不仅气质越来越像伪军号楼 人种也从亚洲人进化成印第安人 你给学校一颗水煮蛋 学校还你一颗茶叶蛋 晒黑的头就像没有卤到位的卤蛋 有人因为实在受不了暴晒 很想装晕经缠脱壳 结果遇到猪队有生死难料 军训时最怕的不是遇到狠教官 而是有个猪队友 大聪明学生本想靠装晕躲避训练 但正义感爆童的同学 非要背着他去看校医 受害者失去意识的前一秒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你是要杀了我吗朋友 当教官说出向后转步许笑的那一刻 双方在脑海里把这辈子 最悲伤的事都想了一年 结果还是没忍住 每当你想停止这场闹剧恢复丝马脸 结果抬头看到朋友那张熟悉的脸 瞬间破防 压不住 根本压不住 如果此时队伍里还掺杂着一个现影包 下场就是全军覆没 然而比起来这些物理伤害 学长们带来的精神伤害更令人窒息 不仅故意端着奶茶啃着西瓜露骨 甚至还当着满操场学生的面撒倒掉 自己曾经淋过雨 就要把学弟学妹的散踩烂 这充满挑衅的神奇 就连教官都看不下去 一生解散直接开启猎杀时刻 好家伙前面笑得有多嚣张 后面跑得就有多狼狈 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你军训时最怕什么 欢迎留言讨论